繼續開會 請兩位議員聯合質詢 謝謝議長 那再好我們想要 講這個 高雄市從1001年 運用那個閒置的公共空間 那陸續筹劃 設立這個 公共拓英中心 那貼心的為家長 設立了專屬於 0到2歲的 嬰幼兒的拖育空間 那我們高雄市 有38個行政區 那考量人口的發展 及區域平衡的因素 各區的0到2歲的 幼兒人口 如果達到2500人 就設置一個 公共拓英中心 那部分2歲以下的 幼兒人口 如果超過5000人 就設置兩個 那從102年到105年 成立了17處的公共拓英中心 那最新的就男子的公共拓英中心 預計也在今年的6月來成立了 那公共拓英中心 聘請了專業的拓育人員 每5個幼兒就配置一個拓育人員 還有一個專業的護理人員 那依一個中心的規模 場地的規模 預定招生就是30到55個 嬰兒 那對象就是射擊本市 未滿兩歲的幼兒啦 那每名每月僅收9000塊啊 那扣除家長可申請的保母 托育費的補助費 每月3000 實際上 家長只付了6000元 那並且提供弱勢家庭優先啊 托兒服務啊 那其實公共拓英中心喔 是政府的得證之一啊 那對於家長有0到2歲的 兒童的家庭來講喔 然於每個月6000塊喔 的價格來托英喔 實在是經濟又實惠啊 那如果民間的托育中心喔 每一個月每一個月 平均都要1萬5以上啊 啊所以這個公共拖英中心喔 就廣為 需求很很亮喔 那 公公拖英有多缺啊 那我們來從數字上來看啊 依照民政局的統計資料 高雄市從今年的1月到4月喔 平均的嬰兒出生人數喔 是1754人啊 那依照平均的數計算喔 一年就有2萬1048名的新生兒出生啊 但是我們高雄市喔 公共拖英中心喔 到這個6月喔 才有17處 那每一處最多也只能容納55人啦 那以這個標準來算啦喔 那全部加起來也只能容納935人而已啦 啊其實這個差距喔 真的太大了啦 就以我們山明區來說喔 新生兒數目是比較多啊 然後設置了兩個 拖英中心 分別是山明的拖英中心啦喔 還有陽明的拖英中心兩處 那目前也只能收納50人 然後還有55人喔 也只能有105個名額喔 可以來進入啦喔 那山明區從今年1到4月的出生 嬰兒的出生數喔 是205人啦 那一年也就有2460新生兒啦 那一年約有2500米的新生兒 然後這個公共拖英中心喔 也只能有100個名額喔 那需求量是相差25倍喔 可以說是差這麼多啦喔 那我服務處也常常接到陳情啦喔 也希望說看這個 可以來請我們議員喔 來幫他倒用的喔 其實剛才講的數據 這個量這個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啊可以說喔 供應不足啦 那我是希望說喔 從這些數據來看啦喔 希望說我們的市政府 其實在很多的 很多的局處裡面喔 很多都有停止的空間啊 那我是希望說喔 可以利用這個空間喔 然後再來設立啊 啊尤其從現在喔 我們台灣現在有6都的開始啦 那從2001年喔 6都的成長人口來說喔 其實是湯湯最多的啦喔 他每年近5年就增加了10萬多啦喔 然後再來就是台中啊 9萬多 然後再來就是台北喔 8萬多啦 那新北市喔 7萬多 那台南喔 就1萬多 那反而我們高雄市喔 高雄市喔 高雄市最多的一名啦 才5千多喔 那其實這些 生育率喔 太低喔 人口數 是怎麼會變這麼低 其實包含了很多的原因啦喔 齁 第一就是我們的經濟面 可能不太好還是怎樣喔 這是我們政府要檢討的喔 啊 是說 我們的社會福利 做了沒有像 人家那麼好喔 人家就不會 想來生啦 因為生小孩 簡單啦 生小孩非常非常困難喔 尤其現在大環境喔 經濟真的很不好喔 很多 雙心的家庭喔 為了養一個孩子 多生一個 就 都不敢再生了 那所以我們的生率 就逐漸的降低啦 那我是想說喔 其實我們 少子化之後 我們的學校 有很多控制的教室喔 其實 也要來增設這些 公共拖映中心啦喔 那個需求量剛才也講了 差了 二十五倍啦 可以說需求量可以說 很大很大啦 那我是希望說喔 想請教市長啦 那針對這個公共拖映中心喔 不足的部分 可不可以 請市長喔 再請那個局長再研議喔 看看啊 每一區 可以再加增設了喔 那可不可以請我們市長 答覆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喔 高雄市的公共拖映 確實是不足 那我們現在也一直都在努力 增加中 另外一個部分高雄市有 若干閒置的空間 還有閒置的教室 就有學校因為少子化的因素 所以說學校的孩子越來越久 我覺得這個空間 不但可以做這個部分 做若干一個公共建設基礎 的一個設施的改變 它因為拖映的部分 拖映拖勞 基本上這個公共安全都是很嚴格 這個部分 我們也都在處理 我跟曾議員說 我們基本上同意 我們在公共拖映的比例上 我覺得我們應該 更加努力 我們希望現在很多閒置的教室 都在處理中 不是拖映而已 也是拖勞的問題 一樣的嚴重 所以我們就要善用這些 所有的空間 然後再做一個桌岩的設施 安全的設備 頂頂來增加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收容的部分 謝謝 聽到市長很善意的回憶 事實上 沒有錯 剛剛我們曾議員講的是0到2歲 那我其實我最近 我們好多個議員 不曉得為什麼 突然今年大概30月份開始 就很多幼兒園 很多家長就開始來拜託了 說怕抽不到 有辦法讓他們幫忙嗎 就因為這個是公開抽籤的 我們也幫不上忙 可是就凸顯了一個很大問題 我今年覺得很驚訝 往例還沒有這麼多 就今年特別多的 家長來拜託幼兒園 那我一直在問 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那學個 教育局給我答案說 因為今年中班剛才是年齡 龍年所以人口 小孩子會特別的多 但是我們今天要思考的就是說 幼兒這個部分 很多人為什麼他們想要念公立的 而不願意去念施立的 是因為在經濟狀況上嘛 那所以 其實上我們也要另外一個另類思考 是不是在非營利幼兒園這個區塊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去琢磨了 所以我也知道說 市長跟教育局局長 你們曾經到日本去嘛 我州裡面也好像去考察過 也看過 日本的幼兒跟老人 然後共處的那個一個學習 一個教學的模式 我想這個 也知道市長跟局長都很用心 那所以今天我就是特別要來提這個 除了我們零到二歲的托嬰 那麼我們 兩歲到六歲的幼兒 到我們的 已經面臨高齡化的這個時代 我們長輩 有很多人事實上他是失智失能 但是他身體是相當健康的 他只是因為他的失智他失能 他有需要被人家一個 妥善的照顧 但是在雙新家庭的情況下 很多人 他沒有辦法去照顧他這個老人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照顧這個孩子 到幼兒園的時候這種高收費的一個 教育的收費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當然 我們希望政府這邊能夠在照顧到我們有六個條件的一個家庭能夠讓我們的孩子 就是我們在公託不足的時候希望市府能夠利用閒置空間來做一個幼兒園跟老人 日本日照中心就營造一個老少購學的一個概念 我想剛剛我有提到我們市長跟 教育局長也曾經到日本去觀摩這個 我相信你們應該有相當的心得 所以也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想我們當然你幼兒園我們現在很多私立幼稚園收費上可能會比較偏高一點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以他們有太多的一個衝突點 讓他們覺得我們在跟移民爭利 所以但我們一定要說在照顧弱勢的這個區塊 能夠讓我們的家庭能夠不要有太大的負擔 但是能夠讓孩子能夠好好的去受教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求就是希望政府 能夠朝向非營利幼兒園入學的這個部分 能夠限定在他的資格上 包括我們的低收入戶的子女 中低收入戶的子女 身心障礙的原住民 跟特殊境遇的家庭子女 及中度以上身心障礙的一個子女等六類的規範 那當然我也知道說現在市政府已經有在左手做這個部分 那我現在目前知道的全市大概有211所的公佑 那裡面的公佑我就以我們左營男子來比喻 大概左營有11所 那男子有7所 那目前大概也 做這個非營利幼兒園的部分 只有目前大概只有翠平國中小已經開始上路了 正式在營運 那左營的部分大概有西眠國小啦 但是總共我知道的大概只有剛凤山有兩間美濃一間 還有一個 柯寮 大概還有一間 看起來好像大概數量還不是那麼的多啦 那當然我相信 我希望政府說你們既然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政策在推動 我希望能夠最少要區區有 這個 非營利幼兒園園以外 我也希望說 不要只限一間 我想都要再增加個一間 我相信這個對 私利幼兒還不太有太大的一個衝突啦 但是能夠照顧到我們這個六大類的 弱勢團體 那再過來就是 我們這個 長輩的部分就是 可以一樣的跟我們的 真言的意見就是 我們希望現在少子化的情況下 能夠讓我們的幼兒 讓我們的嬰兒 或是我們的 長輩 能夠再利用這樣的一個閒置空間 充分的好好利用它 然後來把它規劃 然後是不是能夠讓我們這樣子 大家都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 一個使用的空間 然後能夠也能夠照顧到 這一些層次的人 讓我們這些閒置的空間 能夠好好的來做規劃 我想剛剛也聽到 市長也有很善意的 來回應 我們也希望是說 因為你們在日本看過了 希望能夠用這一套 能夠讓我們老幼共學的這個概念 然後在學校裡面 長輩也可以去照顧孩子 因為畢竟他現在已經失智失能了 他的年紀大概也 他大概已經存在在過去那個 那個概念裡面 那孩子也有跟 阿公阿嬤能夠在一起 我想這是複利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希望說 教育局這邊是不是也盡量能夠朝這樣的一個方向來努力 好不好 我也覺得說其實我們的學校啊 其實少子化的因素 然後造成很多的閒置的空間 其實這裡要怎麼活化這些空間 真的 這個 要怎麼去融入社區 我覺得剛剛不管是脫陰還是脫勞還是日照 我覺得都是 可以活用把這些空間來活用這是最重要的啦 其實我也可以說 其實我也在說 我們為什麼停車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改革 其實後來也是一個可以停車的空間 所以這個空間要怎麼活化 我覺得很重要 也希望我們的市府團隊各取出的業務 用這方面去思考 怎樣去活化這些空間 我想對我們的市民朋友 都非常非常有意義啦 那我在這邊特別要跟教育局特別提一下 在幼稚園的部分 我們大班中央政府是有補助嘛 就是一年大概有三萬至六萬不等 那中班小班是由高雯市政府來補助 大概一年一期有五千兩期 就一年就是一萬嘛 但是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我們中班沒有排庫 但是小班竟然要排庫 那事實上據我們所調查起來的話 小班的排庫的這個標準也不過佔百分之零點 這百分之零點幾而已 其實它的數量並不多 所以我們是在這邊要求啦 因為你要排庫的話 小班你還要排庫的話 你就要很多行政作業的程序流程 那這個效率上又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 如果沒差太多啦 你說差個五趴 五趴一個呢補助一萬一萬塊 你如果五萬五萬塊 一年也差個五六萬塊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做這樣的一個區域待遇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希望如果我們市府有這樣的一個照顧 如果是照顧我們孩童的教育的品質跟他們的一個社交權 我是覺得不要有排庫這樣的 比如說小班跟中班都照顧就好了 好不好 局長有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一個考量 請局長回答 謝謝陳議員對這個問題喔 那其實我們現在面臨這個社會變遷就是掃子然後這個高齡化 但是在掃子這一塊呢 其實公共提供的托兒托育都不夠喔 那老人的照顧也是一樣 那你剛才提到說為什麼 中班以下要排富 其實完全是市府財政的問題 就是我們把這個補助一直往下延伸到二歲了 但是如果不排富跟排富之間 其實金額還是差距有 可是那個數量其實是很小 再提供數據給你 OK好那你再提供數據給我好不好 好 那 那我在這邊這邊提到我之前有在脆平活動中心那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地方喔 一個停車場喔 之前我就有討論過這活動中心 希望這一塊喔 脆平活動中心的旁邊現在目前是籃球場跟一個廣場 這是廣場這是籃球場喔 能夠新建 一二一樓保留原有的運動空間 那二樓到四樓規劃停車場 然後三樓或者是他旁邊 可以有一個多功能的 一個幼兒的日拖或者是日照中心 我想這邊再會提出啦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在這邊再琢磨這個問題 但是我希望會後 如果民政局 或者是 這個地方目前是 應該機關用地是民政局在管嘛 我也希望說民政局長事後 是不是能夠就這個部分喔 給我一個答覆喔 那 來我要提的是 話喔 那個 事業廢棄物無法運送 南區紅花爐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要問這個問題是也是因為 我前陣子去吃飯的時候在那個餐廳有 業者就跟我講說 怎麼辦 我們現在很多垃圾 沒有帶運公司願意 親運公司願意幫我們運 我也很驚訝為什麼 這個是可以 這個可以賺錢的 為什麼他們不用運 那後來我才陸陸續去去了解才知道說 原來 我們的紅花爐在去年 我們開放了三萬噸的 褪漆物來到我們的高雄燒 結果沒想到因為三萬噸的囤積 造成惡性的循環 結果後面就一直沒有辦法再去燒很多的量 就開始一直排擠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很驚訝是後來聽說南區紅花廠 你們只開放一個禮拜大概兩至三天 然後又開完半天的時間 那業者 大概聽說都還要半夜就跑去排隊 然後一直要排到隔天早上 還不一定要早上馬上燒走到還要等到中午 而且一個禮拜才兩三天開放 然後後來造成一種奇觀 就是整個南區的紅花廠 就變成周邊排了兩圈的運送車以外 還排出外面大概有兩百多輛 繞了兩圈 還擺出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是希望說 這個到底怎麼回事啊 那個環保局長 你是不是可以問一下 我聽說這個紅花爐也壞了幾個 修好了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剛剛議員所提到的有關於南區 氛化廠的這個目前的狀況是去年的 三萬噸造成的這個不是事實 這純粹是誤解 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因為今年的四五月的時候 很多的氛化廠都安排在四五月進行稅修 然後南區氛化廠在今年的四月十八號到五月三十一號 進行四號館的一個換爐館的工作 局長 這個囤積是從去年就開始 不是從今年的四五月才發生的問題 我據我所知道 因為後來我有去跟業者談過 他們告訴我 其實從去年的三萬噸一進來之後 就排擠到我們當地的那個那個氛化量 所以才會造成一直惡性的在循環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要跟你講的是 你們後來是不是有在發簡訊給業者說 從昨天開始你們就要限量嘛 對不對 你們開始要限量嘛 那我來我給你看這個公文 市長你也看一下 這個南區化 你們南區化廠你們就用一個一紙簡訊啦 來通知要總量管制 然後從昨天開始就要實施 然後清除每個月核准進場量 我要想請教一下局長 什麼叫做核准進場量 第一個 然後你用這個 你公文公還沒有到 你用簡訊你就已經開始上路 這個是什麼程序啊 照理講你們公文應該是事先給業者告訴他們 讓他們有做做準備 結果你不是 你公文怎麼不夠 你用一個簡訊 就請教一下 我們就開始要做這個工作了 讓他們的這些都沒辦法 而且你們還用進場的量來去核准 那另外還要說用 進場均量 進行政區筛選 什麼叫行政區 行政區筛選 難道你們還有分合不合嗎 還是說這個區要比較好 這個區比較不理喻 這個區就要用比較少嗎 這個沒有一定的標準嘛 局長你可以跟我解釋這兩個 什麼叫做每月核准進場量 跟行政區筛選 來局長請 這個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是這樣啦 會有這樣的措施是為了整個 南區分化廠的整個操作的安全 來做一個考慮的 那操作安全是怎樣 我們整個 因為南區分化廠 它原先的設置的一個目的 是為了處理我們的家戶垃圾 阿關幾個評估出來的一個結果 大概每天能夠進場的一個 事業廢丘的量 大概每天是700噸左右 所以那個地方提到的所謂的 總量管制就是剛剛跟議員報告的 700噸的這個部分 你們知道你們整個全部的量多少嗎 我們當然知道啊 這個我們現在整個多少 我們整個南區分化廠 它一開始設計的量是1800噸 但是已經操作了16年了 所以已經 那1700噸為什麼只能稍微 它已經操作了16年 所以以目前來說 一天現在可以出列量 差不多平均在那1200-1300噸 所以你拒絕了這個部分怎麼辦 所以我們我剛剛跟議員報告 我們剛剛講的400-500噸的這個部分就是加護垃圾 那另外就是說700噸的部分就是可以進來的 好 那我再問你 事業廢棄物的認定是什麼 事業廢棄物的認定 其實這個部分很簡單 在廢棄法第二條裡面的規定 它是由事業所產生的加以廢棄物 事業所產生的 對 所以我會跟你跟你說 現在有人也在跟我抱怨 其實你們的認定是怎樣 是如果有你們收的 就像一般家庭的垃圾 可是如果有外面業者收的 就認定它是事業廢棄物嘛 可是你要跟你知道 我們現在有很多大樓 很多大樓他們就是為了要規避 他們每個月水水費徵收的這個清潔費 所以他們都不用這筆費用 所以他們都請外面的業者來收垃圾對不對 可是他們收的是大樓的一般民生垃圾 但是因為業者是外面的業者 所以環保局就認定它是事業廢棄物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認定 餐廳也是這樣對不對 餐廳本身是事業廢棄物 這個很明確 那大樓呢 另外這個議員報告 其實這裡有一些要跟議員報告的 現在我們的罕捷措施大概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像議員說的 我們環保局的分射車 第二他們這些業者有他的 所謂的壓縮車 所以剛才議員說的 這些大樓這些分射 一般都是用壓縮車 來去做一個清潤 這部分我們沒有限制 我們限制的部分是用壓力車 抓抖車的部分 所以抓抖車 不是什麼抓抖車 問題是他就是民生用的垃圾嘛 他就是一般的垃圾 那是大樓小的 那不是營業用的嘛 但是就因為他是外面的業者 收的垃圾 所以你們才把他認定他是事業廢棄物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啊 那就是熟悉的 一般老百姓用的垃圾 民生用的垃圾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是有檢討的空間 而且我剛剛跟你講說 你這個行政區篩選 什麼叫行政區篩選 我覺得你這個就很模糊 而且我們都質疑啦 因為業者跟我講 他們質疑你們是黑箱作業啦 你想摸一個區比較好 摸一個區就比較不好嗎 還是怎樣 你跟我解釋一下 行政區篩選是什麼定義 跟議員報告齁 這部分因為南北粉末路 現在可以處理高雄市的這些分射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是 一故按照的清除業者 跟我們高雄市的這些業者 所簽訂的合約書 合約書裡面就有 登載有他的數量 所以那個數量裡面 我們回頭來 回頭來核准所謂的進場量 這個進場量總體來講 以每天700噸為一個目標 這是為了分化樓 整個操作安全來做考驗 局長你這邊是寫 105年1月1號到3月2 要進場的軍量行政區篩選嘛 1月1月到3月 剛才這間公司 1月到3月 效率都不太好 你用那個軍量來算也不會公平呢 是不是 沒關係局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在這邊提出要求 第一個 你要跟我講說 行政化分區的標準 你用書面給我 然後還有你業者的核准量 你是怎麼去令出這個標準的 好不好 然後你還有就是 你要怎麼解決 而且你要多久解決 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外面的量 有才能跟我說 其實 說這個 一千八百檔 假設說一千八百檔 可以燒的 你現在像千里檔 你剛剛也有講 減少了 那那個 六百檔要怎麼 減掉的三分之一怎麼辦 變成在外面 現在會造成很多的業者 就變成 他只好去想辦法 怎麼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影響到 我們整個環境的問題 還是業者有違法的問題 這個都會延伸出來 所以在這邊我想 因為時間關係 請你會後 跟我答覆這些問題 用書面給我 好不好 請坐 那我想我再來講這個 規劃多功能運動中心 現在其實各縣市 都一再陸陸續續在推廣 那其實我覺得 我先跟市長你報告一下 台中市到今年的四月份 就要完工一個叫 草馬運動中心 它是以羽球為主 但不過裡面也有用詞 也有一些運動的 它年底就要正式運運 然後再過來 他們一共 台中已經還規劃了 將近九座 那這個是他們的外觀 你看做得很漂亮 這個運動中心都做得相當的漂亮 而且我覺得這個未來 對市農景觀 也是一種很好的一個加分 包括我也是一個景點 就藍屯的 那台北也興建了 台北已經有十二座了 十二座都已經在2015年前 全部都完工 這目前都已經在運運的 有十二座 那我想讓市長看一下 他們在網路上 相當的做得相當的好 有一些活動什麼 都是相當健全 台北已經有十二座 那我們在談新北市 新北市 這是台北 新北市 現在新北市大概也有十四 有十四座 有台北 新北市有十四加一 就是加一的 現在目前還有一個在 剛好還在興建中 那十四座已經都完工的 都已經做好 你看這個外觀都相當的漂亮 這是運動中心 但是你知道 這個運動中心做的外觀 可以坦白講 也可以對付我們的一個市容 這樣子是相當的一個加分的 而且是一個可以當一個地標系的東西 那我們就講到連屏東 屏東都比我們還要 沒有那麼進步的一個城市 他們目前也已經有移座 而且他們已經有一個健身房 撞球的 羽球的 籃球的 還有游泳池 有游泳池 光是屏東他們現在已經 目前有移座已經在營運了 已經在做了 那這就是他們之前的圖 好 那我現在要問說 規劃運動中心 有台中 台北 西北市 桃園 跟台南 六都裡面 全部都有了 就唯獨我們高雄 獨缺 沒有做 那包括基隆 宜蘭 現在都在興建 剛剛我都跟你說 台中也都有 為什麼我們高雄市 沒有 一做都沒有 當然之前在 我記得那時候在兩屆前吧 李亞國民眾中心 跟小港國民眾中心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林國正議員 還當我們同事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退過 而且在九十九年的六月八號 體委會就已經含护 同意補助本案喔 這個也是九十九年 就已經都同意的補助案 但是後來就沒有了 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 一百年要縣市合併 因為要很多的考量什麼 經濟的分配結構的問題 但是到一百零二年二月 又重新做進行評估 但是又開始附中 到現在 六都裡面 唯獨只有高雄市是一座都沒有 這個我就是必須要請市長 我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在 全民在運動裡面 很多人 我記得這個在早之前我也有質詢過這個議題的時候 有人跟我回覆說 因為現在高雄市的市民齁 比較不需要花錢去運動 都在公園散步而已 就在那裡跳運力操 健身操 就是運動 可是我要再講一次 現在的很多老舊公園改造之後 全部都正操 把能夠活動的空間都縮到剩一塊塊 像我們富國公園 沒改造之前有三層 可以在那裡跳舞 在那裡運力操 在那裡遠擊舞 在那裡太極拳 完全都沒有衝突 當時在改造 我就告訴你們 不要變動太大 讓他們可以運動 結果你們兩個要正操 正到現在剩中一層而已 中一層現在把所有的團體 擠到中間來 聽說大家都在想念 為什麼 因為他們跟他們太大聲 他們跟他們太差 就互相干擾 就那麼極限的一個地方 讓他們也沒有辦法運動 剩下的綠巢 是在幹嘛 就是在六股而已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既然 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為什麼 市長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說 為什麼後來我們這個案子 就沒有再做了 是因為經濟的考量嗎 還是什麼 來 市長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兩位議員 剛剛你提到 台中市有什麼運動中心 台北市 這樣的一個運動中心 不管是以球館游泳 高雄市的運動設施 因為2009年世界運動會 高雄市政府幾乎花了五六億以上 大概把高雄市所有的運動場所 各個專業全部做一個很大很大的環球 那現在如果國民現在台北市跟高雄市 那幾乎整個空間都不一樣 台北市可能就是說它沒有這個空間 我們高雄市今天是所有的立地空間運動的場地 比台北市更豐富 比新北市更豐富 但是國民運動中心這個部分 就像剛剛陳妍提到 我們早上很多媽媽要去跳MGU 在國民運動中心裡面一樣不能進去 如果你要進去都是要付費 它是要付費 在我們有很多的空間 我們就是免費提供給市民 那這樣的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高雄市曾經有提到 在我們那個聚集館 聚集館的這個部分 當時又另外一個在鳳山 那如果這個部分 當時也經過很多的考量 這個部分也是要委託 因為它是要收費的 中央大概補助大概一億多 兩億 兩億 那這個我們地方政府 其他我們也是沒關係 中央跟地方的比例 我們願意支付 但是這個部分 不是說都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大家都可以進去運動 不是 一定要付費 市長 我同意意思 因為之前你們也是這樣打呼 其實有消費 我跟你講 運動不是每一個人都是 以這個錢來考量 其實你講的是 你其實講的是一般的市民 跟老年化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有很多的年輕族群 他們是希望有一個設備 相當先進完整的一個活動空間 事實上其實台中 我講台中 其實他們是平價收費 他們也沒有很貴啊 那你像我們台中 他也是用那個什麼 救國團來成績 他是公辦民營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相當可以推動的 高雄市類似這樣的一個民間運動的空間 也是非常多 我們當然如果要興建 也是用跟民間的合作 由他們來經營 對啊 我覺得這是可以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若干的考量 看人民的需求 但是我所現在我所了解 民間要付費各種類型的運動 高雄市免費的運動的場所 跟空間 其實我想我們跟其他的地方 我們這個設施設備 比他們好太多了 我們很多的活動空間 還是要付費的 市政府做的很多 像經濟館 那個也都是要租金的啊 那不是免費的 當然租金 對啊 所以 但是你是每天的運動要付費 這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跟你講 還是會有這種 這個族群的消費 包含有這個需求 我們可以來考量 還是會有這種人 所以請市長 既然我們曾經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是不是我覺得 我們也要考量多方面嘛 有的人是喜歡在公園運動 那有的人也許他希望有一個設備更完蛋更新 不然為什麼現在民間很多的運動中心 都一直陸陸續出來 未來的運動中心 就跟民間的現在的運動工程 可以結合嘛 對啊 這也是一件好事啊 那一樣多話我何必以民真理 那何必這個也沒有 可以這個應該說以民共榮共贏啊 市長我是覺得說可以評估看看啊 不然我們也去一間去看看 這個肚子也可以 那我是多到那邊的考量 我是覺得 我們來跟中央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是啊 我不認為別的縣市的 現在所有的運動場所 比高雄市更進步更好 我不認為 但是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跟中央體育署 如果體育署在這個部分 中央跟地方的比例 他如果繼續補助我們兩億 我們願意來試試看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所以我想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也建議說 在我們南梨都會公園捷運在附近 能夠來做 這個地方是相當 因為它有捷運 然後有一個都會公園 然後又結合周圍的七大所的大專院校 所以這樣的公園用地跟一個停車場 我覺得這塊地是很適合的 所以我說如果將來有這個機會考量 我希望能夠把這塊拉路考量 那再過來我要講國道一的頂進系統交流道 這個有橫掛到我們左營跟三民 那這個地方 其實這條路原本從很一兩年前 就應該已經要啟動了 但是我知道那個時候市政府 因為用地取得一直拖延到最近 因為交通部長有下來了 就是那天好像有好幾個立委都到現場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延伸這條路到這邊上來 銜接國一 我看給市長這樣看 因為過去我們如果從淬華到大中路橋 一定要從華夏路下來 然後從走大中路一直擠擠擠擠 尤其是在民族路這個區塊幾乎是塞爆了 然後再過來三民區這個地方 然後再從這邊上頂中路才上來 那現在也很高興說 我們中央交通部那邊已經有規劃出 這條從這邊下來之後到文池路 這邊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然後直接銜接 從這邊銜接銜接過去 所以也就是說可以解決這一段塞車之苦 那現在我們也很高興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國道一頂金系統交流道 跟國道使銜接之後 動工 我知道好像預計是明年 大概什麼時候 我不曉得公務局可不可以答覆我一下 那騎乘要多久 那施工的期間的交管 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時間 因為本來民族跟大中 這個區塊就是我們 高雄市我想這個是 最塞的一個區塊 每期上下班 那個巔峰期 我相信如果被塞過的人都有這個感受 那它的交管就是這段時間 那那個交管要怎麼 我現在目前沒有工程都已經亂成這樣 那將來有工程的時候 該怎麼處置 而且它有橋墩 這個橋墩的位置 是不是會影響到車流的動線跟安全 這個設計上我也請公務部門 因為我想這個設計 所以那天我們公務局那邊也有人練習 來說明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公務局這邊 還有我們警察局這邊交通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好好的妥善來研議 應該沒有錯話就是明年動工 這個公務局局長可不可以答覆我一下簡單 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這個港頂我們預計在明年的二月來發包 立委來發包 明年的二月 明年發包施工呢 那差不多 隔一個月差不多明年的三月就可以動工 明年三月就可以動工了 也就是說明年三月開始動工 我們現在這個案子還卡在 就是行政院的足跡 沒關係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我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明年三月動工 因為你這邊有一個嘛 施工期間希望建議 改道到新莊子路做大中路的替代道路嘛 還有人武這邊嘛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中華地下道 現在目前因為鐵路地下化也封閉了 他也是希望引導到新莊子路這邊 還有華隆路這邊來 未來這兩個工程同時在施工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這整個區塊的交通動線是打結的 因為那邊也要引導這邊來 全部集在中間點嘛 所以這點我也喜歡公務局 是不是能夠好好的去注意一下 跟我們的交通大隊這邊來評估 該怎麼樣來做這個交通圍管的部分 能夠讓我們民眾在這段時間的交通黑暗期 能夠免於受塞車之苦啊 好不好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 你們會再跟我答覆好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巴德到高鐵路這邊 我們也希望能夠建議一條 這個到時候我用書面給你們 那新台詞市縣我等一下也請一下 我先簡單提一下 新台詞市縣當時我們一直在講 那時候為了我們地方中央 為了一個代菜代見的經費問題 落差太大所以一直都遲遲沒有辦法來進行 那後來也有立委建議說要東移 我今天藉這個機會跟我們的新公處提一下 如果你們要東移 如果能夠減少到我們市政府的損失 然後能夠把這個事情能夠趕快促成 東移是一個政策讓我們支持 但是我在這邊提醒你們要東移之後 有沒有影響到民宅 有沒有影響到那邊有一個部後北極電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和群新城的居民 其實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最擔心的 所以這個也請我們新公處 到時候也好好的去評估一下 我希望你們要怎麼政策要改沒關係 我們要的就是希望趕快 抬心抬心期待太久了 但是都一直卡在代菜代見 還有龐大的經費問題 一直跟中央喬不容 那現在好我們現在已經 中央地方已經一致了 我也希望你們好好去研議 到底要怎麼樣去把這個新台詞鑑舉出來 我相信上次市長也打呼我們說 只要你們中央能夠執政 你絕對可以把新台詞鑑做出來 那我們期待 我們也希望這塊條路趕快做 然後但是我剛剛提的就是 廟宇會不會抵觸到他們的廟宇的房子 跟民間的住家 包括我們和群新城 台詞區開會之後 他們本來是一個社區道路 變成一個大馬路的時候 這個交通安全的問題 好不好 那我想 現在誰給這議員 謝謝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捷運局 那個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輕軌 在我們第二期是在我們三民區 我想要請教一下 其實 我們跟議長說 我們三民區 台順路 這些騎鑑 這些都很關心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局長 那個第一期 什麼時候可以完全同轍啊 請局長回答 感謝主席 感謝主席 感謝正議員 第一期的部門 我們現在那個拜六 四巴要旅行 那旅行 那旅行之後 我們這段就可以到四巴 就開始營運 啊 那個到四十四的部門 是預計 我們土地的部門 會趕幾年第一前跟我們講 局長 我覺得第一期的經驗 應該說 就讓那邊的車輛量 是最少的啦 啊當然 他跟市民、朋友 騎車的時間 某而起 這之前那個有 機車撞到 我們的輕軌 有嗎 那個機車撞到輕軌 是因為不遵守 那個義交的指揮啦 輕軌應告 那個義交其實那邊已經有 那你想喔 那邊第一期的那個 車流量沒有那麼多 啊你想第二期之後呢 之後 大順路 這個車流量 是說最多的時間 車流量非常非常多 那未來你要怎樣去克服這個因素 然後讓當地的居民 還有所有的市民的用 那個用車習慣喔 怎樣去做改變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程 那希望你未來 在這個三民區可以做得好齁 因為大家這裡都基板 我們很大 那還有一點喔 我們的台順喔 原本就 整很多這個 雨稻樹齁喔 那未來你們這些 的車子是 是要怎樣做出力 還是把它保留 還是怎樣 可不可以請局長答覆 第一個交通車流部分 我們都有摩擬過齁 而且那個路寬的部分喔 因為我們是把那個路邊停車 改成那個路外停車 那同時把機車道的部分齁 轉成混合車流 混合車道的部分 所以原先的那個道路寬度部分 其實是 那些私人運氣部分 其實那個影響不大齁 那所以整個運輸的部分 其實那個影響幾分的模擬 那第二部分齁 雨稻樹的部分 我們是全部把它保留 除了 那個 我們的車站的地方齁 台前後那裡齁 有些個移植 其他的部分就我們還是保留 局長也不要太自信齁 未來那邊一大的商場蓋起來 那個地方可 可能 車有可能 車有可能 他說你要有省省的評估啦 那我再請問一下 二階的部分齁 目前我們已經上網齁齁 那我們在這個月的二十七號會截標 那截標之後 我們後續就會加速推動 好 謝謝兩位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